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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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這個 好像說 王君豪 因為我有寫了一個記 對不對 寫了一個記 其實 我真的 我是一個無視道理 實在太惡行惡狀 我才批判 連我都 叫那個五個鬼頭目跟千金萬馬來找我 何況是大家 對不對 連師父 我是你以前的師父 現在雖然你不認 不認 但是我是你以前的師父 你也派到五個鬼 跟這千金萬馬來找我 那我跟王君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意思是怎樣 我本來是無視道理 那我批判 只有批判一個人 其他犯小過錯的 都會有 因為世界上 耶穌曾經講 在聖經裡面講 這世界上沒有好人 連半個也沒有 這聖經的經濟裡面 這世界上沒有好人 連半個也沒有 耶穌講的喔 不是我講的 人 畢竟還是有良知啦 還是貪心的還是很多 雖然當了阿世勒 當了法師 難免還是有貪念 還沒有修到這個 完全清淨 或者醒悟的時候 當然是 都會有錯誤 我是盼望這個 所下留情 就是說 每一個上師 教授師 教授師 法師 甚至講師 助教 同門之間 大家就是說 團結一點 不要給他像 這個有了錯誤 就把它捏出來 那小錯誤 可以原諒的 可以改過的 多可以救的 能夠救的 我們盡量去救 給他們團結 那廣經就廣開一面 我們 我最主要的重點 就是 因為他犯了三個大錯 所以我要批判他 他是會害人 留下來 也是害眾生 不是有意義眾生 留下來 留下他也是一樣 害眾生 所以我才批判他 如果能夠改的 那些小錯誤 那就 師尊不談 那往今 大家也是一樣的 就是 不要再去談其他的 這樣免得 這個大家 有一點這個 就團結 團結的現象 我們宗派裡面 雖然每個人都有錯 但是知錯 能改 就是善 知錯 能改 就是善 就是好的 所以不要再 在那個 在 我的意思 我寫那個祭的意思 就是說 我是寫那個 手意 手意 主要就是說 那 這個 能夠往開一面的 都往開一面 這樣 我剛才曾經講過 得勞人處且勞人 得勞人處且勞人 那 最主要的 我是批判 這個善善 其他 我 通通不懂 都不懂 那你們知道 你們自己有做錯的 就改正就好 OK 這樣 這樣了解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不用把每一個人 通通錯誤的地方 全部都抓出來 那你如果要抓的話 師尊也有錯 師尊也有錯 那我被你抓 抓到師尊的錯了 也被你們抓 那 這個時候就不存在 對不對 師尊也有錯啊 有時候也講錯話 有時候也罵錯人 有時候也會 做 一般來講 你說 你完全 你雖然是開悟了 但是你就是小心 連走路都要很小心 不然一步走錯就錯了 也會犯錯啊 師尊也會犯錯 一樣 所有同門都會犯錯 上司也會犯錯 能夠 讓改 就改 就好 我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請這個 黃金 啊 這個 應該是 抱歉 應該是抱歉 對不起 他說呢 請黃金 原諒 我的意思是這樣